的 就是Now 什么是Now 大家是喜欢什么的 大家现在喜欢什么了 我是需要了解这个的 那它的Classic要在现在这种年代 尤其是以年轻消费的一样为数的2020 它到底是什么样 2019它是什么样 所以我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具体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New Classic 我并不知道 所以它就像我在创作一件东西的时候 用理财 我并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那个才是它比较迷人的地方 所以你并不知道结果 你是在每一走一步发现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才会告诉你 也许结果跟它有关系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timing 那我觉得New Classic对我来说 也是接下来的一种timing的过程 只是出发点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结果并不知道 你要跟着时代的表 你不要就是美西 不要认为我当时这个是很好的 为什么现在不被接受了 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去想 你那个时候很好 都不能接下两三年一直很好 还有就是最终你这个产品 是你这个设计可以代表一个时代 但产品怎么办 你的产品 你的商品怎么才能被一个一个时代接受 只是另一回事了 那之前我走了很多路都是太forward 太前面了 那当时那些人是完全不接受 但现在我感受的是 你不管怎么 怎么forward 他们都觉得可以 都不觉得特别过分 只是说流量吧 就是量化上 或者说只是你这个商品 是不是适合量化 或者你想不想让它成为商品罢了 因为我觉得主理人在某阶段 他得想通这个 你要有商品吗 黑色的 你要是 没有想 当时我的供应链都是在英国意大利亚法国什么的 但是我总觉得台湾有太大优势 而且当时我分析数据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在买售上 其实比重上还是中国区比较大 但是对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敏感的 那我当时一直 我没有觉得在欧洲生产一定都弄好 我只是觉得 我怎么才能控制这个成本 在面浮料上 你可以用意大利的 欧洲的 但是制作生产上 你是怎么也降不下来的 那它的恶性循环就是 你降不下来 你的量永远也上不去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那我依然就决定 我必须回到中国 去研究 或者是找到佩达的供应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对于品牌来讲 在投机最核心的一部分 不管你有多少人 你有一个还是十个人 你这个没有的话 都不太管用了 所以这个是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最标志性的风格 从之前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其实在设计方式方法上 我的切入点很多程度上是 不是绘画 不是画画 或者是要把这个设计画下 我都是要先用手和布料 配布去去从一个一个 虚无的东西 或者一块平面的东西 要把它做成立体 或者我在这立体上 应该怎么去想 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用我的手去实现 最终你还是要用手 在人身上把它射出来 就达到最佳的效果 要不然它就是 在灵魂上 灵气上就是少很多 所以这一点更加证明 我现在在这种方式方法 其实是在 在这个年代的缺失的状态下 我也很幸运自己 还会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个事 这个能力 能够更加诶纳吗? 你不能够更加诶纳吗? 那我还不想诶纳 哪有辣子 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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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